P5也吃得住 P5肯定吃得住 本来就是 讲句难听话 P5粉丝不要抽我 你P5的水平 整个制作规模水平 可能就跟PS3时代是 无非就高清化了 但它画面材质 整个制作水平 可能就跟PS3时代差不多 这也是日本很多 目前的厂商的一些通病 就大型制作吃不住 小型中型制作 就是这个样子 也不是讲做得不好 游戏本身绝对是好游戏 但是就它制作水平来讲 按照现在这个时代的标准 跟欧美同行比起来 就是差了一个市的 很多日本主流厂商 但不是讲一线厂商 一线厂商差距没那么大 但日本这个 站在金字塔顶尖的 永远是少数 不要因为大家都是觉得 他们做的牛逼 只关注他们 就觉得他们代表整个业界了 他们代表不了整个业界了 中间力量还是在当中 进击的剧人 进击剧人是粉丝项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是粉丝项的游戏 这个看 你如果是剧人粉 可以入 不是剧人粉 意义不大 启示录都尖叫 零系列不一样 零系列是不一样 这个是两个类型的游戏 启示录 更接近于这种欧美那种 就是突然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什么东西 会追着你 零系列一直都是那种日式那种 就是气氛烘托 它虽然也会经常会出现 一个什么东西吓你一条 但是 好像是最近这几座 还是会这种元素比较多的 但我记得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就玩过当年 就说零红蝶跟一代我是没通关 零一代我没通关 但零 红蝶 刺青 那个月蛇假面 跟那个 如鸭的巫女 还有包括3DS上面 但是越玩到后来感觉好像 也是比较追求画面 不像以前 我记得我印象当时 最深的那种心理恐惧的 那个还是玩零红蝶 虽然也没那么吓人 但是是有一种浓浓的那种 日式的鬼片的感觉 就玩零红蝶的时候 儒鸭的巫女上次回去 我们前面还讲过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那个 应该如果会出的话 就是星座 它没必要再把那个 儒鸭的巫女一直过来 我个人觉得 死亡细胞的话 我之前也是有很多期节目 推荐过的 游戏相当的不错 如果你是喜欢玩这种 就是类似于恶魔城 这个就是 它算恶魔城类型 Ruglike加恶魔城类型 这是两个结合体 它有这种就是 死亡惩罚 跟这个随机化的 这个地图产生 随机化道具刷新 这样的一个要素 但它动作打击手感 整个这个流畅程度 然后非常非常流畅 你喜欢玩动作游戏的话 这款我是强烈推荐 死亡细胞 大乱斗计票 这个已经碰到 好几个朋友问了 问这个问题的 就说明都已经买了 游戏本体了 游戏你要觉得好玩的话 那个机票的话 前面是有朋友补充过了 机票是差不多 是包含五个人物 在家相应的这个场景 那就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 蛮可以买一下 就如果你是 你肯定有本体的嘛 否则你谈什么DLC呢 有本体的话 你觉得游戏好玩 那可以买机票 暗黑三二月 明年二月出中文 红蝶不是第一部 红蝶是第二部 大镖客一会登陆死未去 大镖客一登陆死未去 你还不如把GDA5 移植过来 对不对 同样都是上个世代的嘛 应该是不会的 GTA5 大镖客一代移植过来 有多大难度我不知道 但GTA5移植不过来 是因为它当年的开发架构 跟Switch是不一样的 它移植过来 等于相当于重新做一遍 所以像按照这种体量的游戏 而且又卖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它的 之前的销量非常好 基本上已经把市场潜力 搞得差不多了 它没有必要 就是再花那么大代价 移植Switch吧 就GTA5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会出的 19年是不是有款恶魔城 那个不是恶魔城 那是恶魔城 如果你是讲那款的话 它不是 它是恶魔城的精神续组 这个雪屋 我们前面还在讲这个 这个我也很期待了 明年应该不会再挑票了 再挑票 这游戏我就再也不买了 有没有MD的混沌楼 MD的混沌楼好像 好像 就如果你是问那个 就是这次发的那个世家的那个 就是创世纪 经典游戏合集里面有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 我好像 我想了一下 好像是没有 MD的混沌楼 铁血兵团吗 好像是没有 魔墙统一战也没有 但有火枪英雄 我想有几个好玩的游戏 其实我觉得那个合集还不错 比这次热血合集 对吧 这个人道多了 这次热血合集 我不想说什么 我不想说 这次热血合集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 因为前两天 一直听到有人讲 哇 这次热血合集里面 有热血新记录 有这个有没有热血 都想说我忘了 就有热血新记录 有什么热血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真好玩 这个真香我要买 神经病啊 我的天哪 这个就纯 红白机游戏 强行移植 跟合集过了 我就跟他比起来 我就世家创世纪 那个合集 简直就是真的 后刀爆了 好吗 雪巫 雪巫啥时候不知道 雪巫 因为是前段时间 在那上次 微play的时候 还专门有个展台 在玩它那个试玩版 但那个试玩版 好像还是之前的试玩 所以我对这个游戏 都快差 彻底绝望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 从一开始 就宣布消息的时候 哇 这超级期待 而且尤其有switch版 我很想在switch上面玩 那个 就与其在ps4上面玩 我很想在switch上面玩 然后后来就一直挑票 一直挑票 一直挑票 然后这个 后来居然还出了一个 那个 这个就是 纯 fc 那个 就是等于是致敬 当年那个恶魔城 就初代的 那个纯fc 叙述 后颜无始说 这是我们众筹 达到多少目标了 我们应该 我们就 做这么一个游戏 然后来回馈 我们的支持者 那个游戏本身是还不错 但是 我 我总感觉哪里不大对劲 你知道吗 那个真的就 纯fc游戏 我的天 这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然后现在这个游戏 还是 但是明年应该出了 你去年 今年跳票 到明年 明年你再不出 这个游戏 我就不满了 真相警告 毛线真相警告 对吧 你说那个 后年初的时候 后年初的时候 有其他游戏了 好不好 这又不是只有 他一家在做游戏 你把其他同行 都不当人看 真是 塞尔达缩小 那是有很多 大家就一直有呼声 就是你可以出一个 那个塞尔达 就是这以前 那个移植合集 但是目前为止 还没有确切消息 上次那个天剑的 那个消息 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激动了一把 然后官方出来讲 没有 对吧 然后 不好说吧 这只能讲不好说 我是觉得 这个 真的是完全 我个人觉得 真的完全可以拿出来 就是做一个 这个移植的合集 卡表 《生花危机2》 重做的已经成立满满 那个是PS4版 但是我预够了 那个我预够了 这个肯定得要玩 当年被PS玩家 羞辱的那一幕 对吧 历历在目 这个是我肯定要 当然我后来 已经在其他 各个版本上面 那个就是二代 我都已经玩过了 但是这次重制版 我的天 看过那个预告片 朋友肯定知道 这个真的不一样 而且 这个另外一码 是我们讲卡表 我们讲这个 卡表这个名字 也不是这么来的 我们讲他那个草冷饭 不是讲这种 这个不叫草冷饭 这个游戏等于重做一遍了 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码 这个另外一码 我们讲的冷饭 类似于这次鬼舞者 对吧 你这次那个《生花危机2》 二代 那个真的是等于重做一遍了 完全不一样 这个不叫草冷饭 除了 就是 游戏的剧情人物是原来的 你其他都不一样了 这游戏是完全重做一遍了 这个不叫草冷饭 Switch有什么游戏适合双人玩 Switch有很 好像绝大多数 Switch上面的游戏 对吧 都适合草冷饭 我专门有一期 在那个上上期 那个我上上期视频是讲什么来的 在应该是讲TGA吧 还是讲什么来的 就是上上期视频上面是有那个简介里 那个视频简介里边有个链接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多推荐多人游戏那期视频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讲这个多人游戏 不要多人双人一码是 这个可以去看一下 剪止那个 剪止那个真蛮好玩的 剪止那个而且就我很崩溃 剪止那个 因缘巧合 就是我 我剪止我其实我有两个 我有一个那个 我有个数字版的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普通版 不是那个plus版 我还有一个实体的 plus版 我有两个那个 就你猜我姐 很好玩的 所以说玩的心态都崩了 封手厨房可能玩了 心态都崩了 也不一直崩啊 就是热闹 就大家可能会玩啊玩啊 就火气就上来 啊你怎么拖我后腿 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剪止那个是真好玩 它又没有那么快节奏 又没有时间限制 有什么适合小六女生玩的 马上又回家 史维斯上面这些派 聚会像这些游戏 我其实觉得都蛮适合女孩子玩 聚会像多人游戏 都蛮适合女孩子玩 因为它本身为了 女孩子 大家首先明白一点 女孩子玩游戏 有很多那个就是 他们的难点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你很多聚会游戏 它为了照顾 能尽量让大家都能很快上手 它上面设计那些点 就是它那个操作的一些 关键什么东西 就是都会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上手一些聚会游戏 所以我是觉得聚会像游戏 类似马里奥派对 你才我姐分手厨房 还有好几个那个数字版啊 那个那个就是那些 独立游戏那些聚会游戏 我觉得 我其实觉得都蛮适合女孩子玩的 而且要比较有趣的话 那马里奥赛车 马里奥网 马里奥网就有点 马里奥网就其实有一点硬核了 有一点硬核 有一点硬核 其实上手你剧情模式打通 挑战全部打通 你这个游戏就上手了 并也没有那么难 对 心智卡比 对对对 前面有人提前 心智卡比 心智卡比也比较适合女孩子 半夜喝咖啡 还不睡觉 因为这个素容咖啡 这个就是咖啡饮料嘛 这个其实就是 有一点点咖啡味道的 可能再加了一点点这种 就是咖啡因的这种饮料 这个像我们这种喝惯了 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 就羡慕咖啡的人 或者是这种意识咖啡的人 这种其实对我们 已经完全没有用了 已经早就完全没有用了 这个就是喝一个咖啡的味道 过过瘾而已 或者它里面会有一点咖啡因 让我们觉得 有一点点喝了咖啡的感觉 但是你说什么 睡不睡觉 这种东西早就没有用了 喜欢 女孩子喜欢玩 蔚蓝跟空洞 除了就是 对吧 给你两个大拇指之后 我这完全不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 空洞骑士和蔚蓝 我玩得超级超级想炸鸡 但是游戏它设计的很好 蔚蓝设计的很好 空洞骑士是真的想炸鸡 尤其找路的时候 女孩子会说 会说好玩 我很佩服你 能出期关于eShop视频 eShop视频是有一期的 同样是在那个 就前两期 就最近这一期大乱斗的 我没有放链接 在大乱斗前一期视频里面 有那个 就是视频的简介里面 有放那个新手向的 那个链 就一堆链接 里面你可以找 就eShop的 Switch新手上手介绍的 eShop的 相关配件的 那个会员的 怎么样购买会员的 然后那个多人游戏介绍的 都在那期视频简介里面 都有链接 都有AV号 哪些卡能直接用来付款 这个其实在那个 在哪期视频我也讲过 哪些卡 第一个你是要针对 不同的那个屈服 你是那个屈服的 就是当地货币 能够用 能够当地货币 结算的双币种卡 或者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多币种卡 这两种卡 可以用来这个支付 有Visa标的卡 也不一定是能 这个有Visa标的卡 也不一定是能够 在那个地方支付 这是两码事 Switch上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游戏 只是你讲多 其实也不少 对吧 也有不少 这第一人称射击 或者是逃生 也是第一人称游戏的 有不少第一人称游戏 但你看第一人称哪一种 第一人称射击 FPS是一种第一人称 然后这个 那个 那个劳滚舞 它也是第一人称 然后逃生 它也是第一人称 这是三种类型的 这是三种类型的游戏 这你 就 不是讲按照第一人称 选游戏的吧 现在按游戏类型 选游戏的吧 起初了网络对战 需要会 起初了网络对战 应该是需要会员的 应该是需要会员的 这帧数是 起初度一二 帧数是一代高 一代很明显的 就是画面比二代流畅 但是好玩是二代好玩 耐完性是二代高 Amiibo建议买了 这个你看了 Amiibo本身最大的关键 如果你是真的讲 Amiibo模型的话 你不是讲那个 Amiibo卡 Amiibo卡 因为这个就 完全没有社长意 它就是为了刷 如果是为了刷的话 我是建议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培养那个Amiibo角色 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如果你想买模型的话 买模型本身是为了那个模型 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说了好多 就大几十个Amiibo 都不猜的 它一个都没用过 就纯粹是为了收集的玩 对吧 你对那个角色 你喜欢 你就买那个模型 然后又可以用 那它意义就在这里的 一个模型 国内好像是卖一百多吧 日本那边卖是七十多 七十多块钱 一个我记得 这个Amiibo模型 它喜欢角色 才去卖Amiibo 然后附带着 它能够在游戏上面去用 大乱动那个Amiibo 是刷那个Amiibo人物 然后是可以培养 就是你可以去 可以跟他对战 可以让他去跟电脑对打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可以去培养 这个Amiibo人物 比较就是 等于是个养成的 这样一个Amiibo角色 对的 Amiibo收藏意义更多 所以但是有 就是有个这个 祖国版的嘛 对吧 Amiibo卡片 这个可以自制的 这个东西 那个的话 就纯粹就用的 你要是讲那个 纯粹用的话 就是它就那么一个用途 大乱动里面 就是刷一个Amiibo角色 那我个人是觉得 意义不大 因为你那个卡片 几乎完全没有收藏价值 大乱斗咋这么好玩 是很好玩呀 然后 我都不想说 我上视频里面 还被人家说我不客观 就大乱斗那期 就昨天发大乱斗视频 被人家说 醒目的一个大字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客观 太古大人 Switch版太古大人 说句老实话 我个人有点失望 我知道有很多太古粉 然后我自己 不算是一个太古粉 这个大家不要骂我 我是讲我个人感受 Switch版太古 那个我失望在哪里 就是因为它那个体感模式 做得太差了 这个体感模式 就是虽然是有 我看到过有人视频里面 那个就是 体感打鼓 然后是可以打的 那个判定 还不错的 甚至有可能会打得蛮准的 但是我自己试了 各种方法 对我还练了 蛮长段时间 都打不准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 Switch版这个太古 其实就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 它可能就是 太古大人这个游戏 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粉丝群 然后会有 是会有很多人 就是会一直玩这个游戏 然后那你Switch版出了 大家买了 也就这么一回事 但如果你之前没有 如果没接触过的话 你看看这个类型 你喜欢 也可以买 也可以买 它无非就是Switch平台的一代 太古达人而已 然后但如果你讲 我这PS4上面也有了 或者我瞎讲 就是你现役平台 你PS4可能玩过 你可能3DS版玩过 或者你可能玩过PSV版 那Switch版就不是太那么有必要 一定要入 那小游戏也就是那么 小游戏虽然那个太古达人里面 附带小游戏也蛮有意思的 其实聚会玩完也蛮有意思的 那些小游戏都是节奏游戏 但是就是相对来讲的话 就如果你是冲小游戏 就是小游戏聚会可以玩的话 那我更推荐 马里奥派对 对不对 这个我不能发表意义 这个我不能发表 其实我蛮喜欢玩太古达人的 但是我的水平也就那么一回事 我的水平也就那么一回事 所以如果这边因为真的我知道 是有很多朋友就玩太古达人 玩了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也玩得很好 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 我只是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次购主机建议什么主机 这个问题说简单简单 说难有点难 因为到底怎么挑选的话 我其实很多期视频讲过这个问题 然后但具体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所以就是你正好这样子问了 我就还是在这边这样子建议 就是第一看游戏 索式游戏 我们就讲大多数 索式的游戏比较讲究画面 讲究这样的一个视听体验 电影般的视听沉浸体验 任电脑游戏比较讲究好玩 有趣 然后大多数人都能玩 然后就是你菜鸟 新手玩家可以玩出新手玩家乐趣 这种很会玩游戏 玩过很多游戏的人 他可以玩出那种 就是高手的那种乐趣 这是两家这个游戏的这个定义不同 制作理念不同 然后第二个switch是可以 对吧 这个接电式玩 然后也可以带出去当掌机玩 它适用于很多场景 你可以在外面玩 你可以在家里玩 然后ps40只能只能 这理论上来讲 你只能在家玩 你非要有人这个抬杠说 我可以串流 对吧 拿着psv当手柄 那也可以 对吧 但是毕竟不方便 对吧 而且是非常不方便 好吧 那switch还有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就是三点 其实是三点 第一个 你看你更适合 哪更喜欢哪种类型的游戏 对吧 是喜欢这种就是有 比较有趣的 讲究游戏本身趣味的游戏 还是讲这个游戏画面很好 然后就是很吃 很吃这种就画面这种游戏 然后第二个 你这个对游戏带出去玩 然后在家里面自由 就是各种 在家里面可以移动的玩 对吧 在各场合 在沙发 在床上 在哪里 这样子玩 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对 一上手 南京通 这老任第一方 绝大多数游戏 绝大多数啊 都是这个样子 底座买其他的建议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 虽然说这个官方这个底座 它并没有什么太大技术含量 在里面 但是你毕竟底座这个东西 已经是长期插在上面用的 虽然没有多大技术含量 但是之前 大家不要忘了 之前那个 就是那个第三方底座 导致那个主机变砖的 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 其实并不是因为 什么系统更新了以后 然后老任什么 识别第三方配件 然后把主机给变砖了 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因为早期的那些 就是第三方底座 他们在电源管理模块里面 没做好 那个 大家可能稍微懂一点的 这个朋友可能会知道 就是 Switch插到那个底座上面 充电是一种功率 它就等于进入TV模式 它的功率是另外一种功率 它其实是在浮动的功率 以前的那个第三方底座 就是在这一块 电源管理没做好 就直接把主机的电源模块 给烧掉了 所以现在的 当然现在的这个厂商的 这个就第三方厂商配件 都肯定就是会注意这个问题 但你谁知道 就是对吧 毕竟不是原装的 所以我不是太建议 去用第三方的这个 就是这种长期使用的配件 我不是太建议 对 Switch核家欢 对 还有一点 我前面想 我一想 应该是有三点可以讲 就讲那个主机怎么挑选 还有关键一点 Switch上面有大量的 这我之前视频有讲过 Switch上面有大量的 适合多人一起玩的游戏 这点非常的关键 我就讲一个点 对吧 我为什么要买Switch 除了它这个 就是可以这个带出去玩 怎么样怎么样之外 这个带出去玩 我也无所 我有3DS 我有PSV 对吧 这个多一个掌机 也就那么一码事 但有个关键不一样 它买来就有两个手柄 你其他的主机 这个世代 上个世代 你买的所有的主机 所有的主机 它都只给你一个手柄 对 它有两个 这个是玩笑 但是关键就是 它上面真的有太多太多 就是适合多人一起玩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太多太多适合 多人一起玩了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对 跟朋友一起玩 太好使了 太好使了 玩古墓的 看着神秘海维系列 就是这两个游戏吧 你讲的类似吧 有点类似 我从古墓9开始 就是就超级喜欢 就是这等于是新古墓 从就是九代开始 上个世代的 那个古墓9开始 等于是进入一个 就新的 新的篇章 古墓新的篇章了 但神秘海维 我也很喜欢玩 因为我感觉 这两个游戏都 就古墓9之后 感觉这两个系列 都做的超级用心 都超级用心 他们的这个制作团队 但确实很类似 确实很类似 Switch上对PS 其实更面向核心玩家 这个话要分几头奖 这个话其实是 有一定道理的 Switch比那个 就更面向核心玩家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呢 也不是完全 也不是完全 因为老任Switch这一代 这一代主机 其实吸引了 相当相当多的 休闲玩家 其实不是这一代 从V开始 从NDS开始 老任的这个策略 就一直在往 这个 因为这块市场大 核心玩家 那个圈子是越来越 就一直在萎缩 一直一直在萎缩 但是休闲玩家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潜在的群体 它一直在面向 这个群体 NDS成功了 3DS差点失败了 那个V成功了 然后V又 V又是真的失败了 不是差点失败 是真的失败了 然后Switch等于是 融合起来 它上面既有很多 很多这种 非常核心向的游戏 它上面也有很多 很休闲向的游戏 但是它确实 吸引了非常多的 这个休闲玩家 所以它上面 你游戏 你要是讲 它多有面向 这个核心的话 这个也不见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毕竟 你吸引了大多数 休闲玩家进来 它销栏的高 你认为真的都是 核心玩家在买吗 对不对 有很多是休闲玩家 有很多休闲玩家在买 你既然你的消费群体 有那么多休闲玩家 你怎么可能 只针对核心玩家 出游戏 那部分人你不管了 怎么可能 对吧 消费者永远是拿脚投票的 而厂商也永远是 要赚钱的 这个是市场规律 哪个厂商 我是为了理想 对吧 我就是为了这个什么 为了能让玩家 玩得开心 所以我们才做游戏 怎么可能 你股东不打死你 九二抗手柄充电座 有必要吗 我个人是觉得 必要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Switch 你按照我个人使用习惯 或者按照它正常的 一个比较多数的使用习惯 你说不用的时候 你Switch是放在底座充电的 九二抗跟 插在一起 放在底座上面充电的 如果你有多对九二抗的话 你想想看 你也不会一天到晚的去用 就那么多个九二抗 然后你就是偶尔轮换的 你给它插上去充电就OK了 因为它本身 那个Joy-Con里面 它本身耗电不高 它本身里面用的 电池容量也不是那么大 充满很快的 买充电座 不如买Pro手柄 充电座才多少钱 这两码是好吧 一个Pro手柄都买几个 买好多个充电座了 对 这个手柄是真的容易坏 我今天前面 已经跟大家举过例子 我说我这个手柄 是两个拼接起来的 这个绿色的 对应的这个 对吧 然后这个手柄 就已经它的卡扣已经坏了 就是不用按这个按钮 我是可以把它直接拔出来 在外面已经摔过好几次了 然后原配的这个蓝的 对吧 摇杆 摇杆是 这不是飘移的 摇杆是会有点这种 就是就往左右点不舒服 就跟飘移一个道理 然后 对 我现在就是一个旧的 这个右Joy-Con 然后搭一个新的左Joy-Con 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